我女朋友总是说 年轻人就是要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尝试新的生活 可是她的一些想法都太奇怪了 看见结冰的湖就一定得踩 看见过山车就一定得坐 大冬天的看见冰棍就一定得吃 只要我说个步子 她就会说 你看你那不勤怨的劲儿 你别勉强啊 大不了我们俩不就分手吗 多大的事儿吗 您说我能不愿意吗 哪一次不是我硬着头皮 陪她干这干那的 现在倒好 说看不到未来又要分手 我实在是没辙了 请大伙帮帮我吧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小冤家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周24岁 来自安徽实习律师 女嘉宾小孟24岁 同样来自安徽实习业务经理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练了几年了 两年多了 大学同学 对 我是学经济学的 他是学法学的 今天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他这个人就好意想天开 别人想一想 那些奇怪的想法也就算了 他呢就想到了就批准做 而且最恐怖的一点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也就是 我如果不陪他去做那些事情 不同意他做那些事情 他就老是拿分手的事跟我说事 怎么就一想天开了 说来龙去外 他这个大学期间最严重的一个想法 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想要去流浪 流浪 我说的是你说那种概念吗 我说的那种流浪就是 背着行囊 抛下一切世俗的烦恼 放下羁绊 然后走出去 监视广过的天地 这不正常吗 你今天在这跟大家这么说 你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 主持人他跟我说的流浪就是说 他想过流浪汉的生活 去什么睡什么桥洞 睡马路 流浪可不就得睡桥洞 睡马路吗 你见过哪个蒲公英的种子 住在酒店里的 你那不是矫情吗 他一直跟我提这事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什么开玩笑 就有他的好 一二再再三的提 那我能怎么办呢 不就尽量脱吗 搞到最后还是给他逮到的机会 去实行这个事情 去流浪 去了吗 就有一天晚上 14年9月底深秋的时候冷 然后那天晚上什么 我们刚看完书 背着书包 郑军又回寝室休息呢 他给我突然来了一句 你看今天晚上天气多好啊 我们出去流浪嘛 当时我就懵了 对啊 你当时不愿意去 我也没逼你 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 我当时也就想着能脱就脱 我就说至少要有个装备吧 他当时说行 我们学校里面 不是有什么户外用品店吗 去租个帐篷 立马三下五十块 就去把帐篷租了 对啊 我都给你租好了 你担心什么呢 对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在学校 我们学校人行到旁边 把帐篷给支了起来 主持人你知道 当时旁边有多少人吗 打篮球的打篮球 读书的读书 走路的走路 然后呢 就看我们俩像傻子一样 在那把帐篷支了起来 这在那就录了一晚上赢 挺好吗 也没去瞧洞子底下呀 主持人听我说啊 当时我明明说的是 咱们俩可以打一个车 然后到什么田地里 你见过哪个流浪 还是打车呀 当时是他说太晚了 然后非说 如果你要是不那个的话 你要么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在公安局门口 把帐篷支起来 要不然就可我在学校里 你说我能到公安局门口 支帐篷去吗 那么深夜的 在外面过夜 不要安全一点啊 那不是你选的地方 说要在人最多的地方 我问一下 那一夜睡得好吗 反正我睡得挺好的 他当然睡得好了 下半夜睡迷迷糊糊的 真的 说冷 我把我外套脱下来 披着他睡在外面 结果我冻了一晚上 第二天回醒是 打了四瓶开水 才把自己污热乎的 还生了一个星期病 他还好意思说 他生病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生的那个病 叫什么 头皮神经受凉 我都没听说 我觉得他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你身体素质差 难道不应该多进行 这样有一身心的活动吗 我这是为你好啊 还多进行呢 来个一两次 我命都没了 还有一次 就14年6月份的时候 快期末考试了 我们晚上复习 今晚快十点钟 也准备会请人睡觉的 他看了一眼天空 就跟我说 今天晚上星星多美啊 我们去露营看星星吧 那你晚上星 确实挺美的呀 夜凉如水 然后特别像 樊高的星空 我有浪漫主义精神 你没有 你别陪我呀 我能不陪你吗 他当时也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你今天晚上 要么就陪我去 要么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可以再找个同学陪我去 他的意思不就是 要跟我分手吗 没有 我当时真的是 特别真诚地跟他说的 我说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己一个人去 要不然呢 我就再找一个人 那我怎么自己选择 给他民主的机会啊 对对对 他说给我选择民主的机会 每次确实都是这样的 他给我什么 去看了吗 去了 看了多久 那天晚上情况是这样的 我当时就说 大夏天呢 他穿的衣服又少 我们没有什么遮掩的 出去多危险啊 有虫子什么的 我就说 至少得有个东西吧 他倒好 从我们学校 平时晒被子的地方 直接拽了一个被套下来 跟我说 你看这不就能当睡袋吗 被套当睡袋 那被套不是挺好的吗 被套这上面有个缝 我们直接从那缝里钻进去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不就是一个简易的睡袋吗 对对 说结局 神经头皮过敏 那次倒没有 那次就为了去那个露营看星星 我们学校去操场那边 操场晚上还有那个栅栏 他先把被套甩过去 然后二话不说 就麻溜的翻过去了 跟女孩子为干这种事 翻栅栏都干 然后 莎士比亚还说过 生命诚可归 爱情价格高 若为自货 二者皆可通 这是莎士比亚吗 那不是吗 反正我不管 学青鸿吧 别下来了 人家为了自由 什么都 什么都愿意做 我翻个账栏怎么了 而且你就说拿被套那一顿 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你有我这么一个 头脑子灵活的女朋友 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你确实挺高兴的 非常兴奋地跟我说 你看多浪漫啊 星空多美丽啊 什么什么的 我在那蚊子旁边嗡嗡叫 那蚊子多了都能把我抬走 你不知道啊 每次出去都是我陪着她 都是我照顾她 那天晚上也是的 她在那开开心心睡一晚上 我呢 就一晚上把手举着 把那个被套那个缝捏着 让不让蚊子咬她 后半夜她又说冷 我还是把衣服脱给你了吗 你好啊 你真好 不是吗 那我对你不好吗 你既然好了 你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对我好 还有这怨言干嘛呢 那我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你就应该包容我呀 我还不够包容你 你哥一般人能陪你做那些事情 我敢肯定地说 她要找人做 也有人愿意陪她做 你信吗 你信吗 信 说得好像你很无可奈何一样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分手呢 不妨可以考虑分一下手 主持人真的 我真觉得她每次要提分手 你要说我什么 你们真的分过吗 没有 每次不是我求着她 就每次你都投降 所以没分成是吧 那我能怎么办呢 关键问题是 她没 她要跟你分了 你就 没有一点舍不得 那她要分了 就不爱我 她要分了 她就是不爱你 那你这么作算爱她吗 我这也不是作呀 我就不是想让她 为我改变一下 你还不作呀 我觉得我挺正常的 我这些想法 我没说你不正常 我只是说你作 我是因为 性格本来就喜欢自由 所以才做这些事 给你自由啊 别谈恋爱了 一个喜欢自由 人谈什么男朋友啊 今天跟一流浪汉 桥洞里住两天 明天跟一诗人 看看满天的繁星 生活很好嘛 你干嘛要找一个男朋友 限制你呢 我当然是想做这些事情 但是还是想跟她一起做嘛 哦 对你想跟我一起 周立之 接着说还有事实吗 还有 我那时候追她 追特别 又说到追去了 对 行 说追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开始就 她就好像特别不乐意 跟我在一起的 我那时候追她 为了追她 每天晚上陪她在 其实楼下那花坛 我们请示11点关门 坐到10点59才回去 然后她一叫我办什么事 我不管在干嘛 在干什么 一个电话我就 其实我那么小咕噜车 陪她东西跑 殷勤地伺候她 你就别提 陪我坐花坛那个事了 你说她追我 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 没送过戒指 没送过花 没送过礼物 什么都没送过 光陪我坐花坛 你还不止陪我一个人呢 她还陪过她们团支书 你这是追我吗 首先 我不送你这些 不是因为你跟我说 这些特别俗吗 你不是叫我别送给你吗 我说的是玫瑰中俗 我喜欢满天星 你不知道啊 你也没送过我呀 行行行 那什么陪什么团支书做 我真是冤枉 我也是我们班的一个 学生干部 那一次就因为班里面有些事 那天晚上没陪她 就给她逮着了 以后就天天说这事 说的好像你对我们俩的感情 多负责任一样 你的那些事 我都不心还说 我什么事啊 主持人你看他把自己描述的 就像那种圣母一样 多伟大 我多爱你 没有没有 我冲情上觉得 她是一个可怜虫 一个完全没有主见的 一个小跟班 仅此而已 你接着说 她还因为就因为她前女友 从国外回来了 然后元旦的时候 跑回去陪她前女友跨年 你说这事做的合适吗 不是 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回去不就为了 跟我那前女友说 我们俩结束了 然后我们俩 我现在有新的感情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那次是她找我的 行吧 然后她就一直逮着这些事不放 本来就是 就她前女友那事 我一辈子都过不去 不是 她有一次 对着天上 看着星空就跟我说 也不知道英国现在几点呀 人家几点关你什么事啊 那你说清楚啊 我说那句话的时候 不是我在追你的时候啊 对呀 你追我 你都不忧心追我 你追到我 你还能珍惜我吗 那天晚上 我们不是在各自说 自己前一段感情 话感到他 说到这句话了吗 说明你心里 根本就没问过他 我真是我跟你说 我根本跟你没完 你跟他没完 你怎么后来跟他好了呀 他每次 所以啊姑娘 别口不对心了 还有你个傻小子 你又跟他分一次手 看谁追谁 他敢 你敢不敢 你是男人吗 你是男人吗 那我肯定 你是男人吗 是男人 回应他 敢还是不敢 不敢 得了 我也不愿意听了 老师们 你们问吧 我实在是不理解 这种矫情 这是干嘛呢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就许你分手 就不能我们答应分手 也不是 如果他真的答应分了 就说明他不爱我 我只想验证这一点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那假设他说分吧 分就说明他不爱我呀 然后呢 你呢 那我就当遇到了一个渣男 然后呢 辜负了我的青春 但是恰恰你不觉得 你在跟他在玩 没有在谈恋爱 因为我听了半天呀 始终就绕不开玩 你得满足我所有的异想天开 那才叫爱 真爱的话 怎么可能把每一次的事情 都是两种结果 要不答应 要不分手 如果真是把他当成 说谈恋爱的话 那你就是在作呀 我只是想验证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我觉得他天就 他就算能够跟你去 满足你各种的异想天开 但是您把这么下去 就是在谈恋爱吗 姑娘 他是在爱你 在试图用一种 正常的方式去爱你 并且能够让这份爱情 走得更远 而你呢 真是在找一个玩伴 你不懂什么叫爱情 分手这两个字 在你嘴里 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我们所有的情侣在吵架 真是迫不得已 都避免说分手那两个字 太伤人了 之所以你每次说分手 他都愿意说我不敢 觉得真不敢吗 如果真是伤透了 他的心 当然敢了 自己的所谓的尊严 男人的尊严都不要 就说为了爱你 这样的男人 什么事不敢做 唯一不敢做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爱的人 可是你呢 我们不能说是 你在玩弄他的感情 因为你是不懂 所以你不觉得他对你的爱 对你的这种种种妥协 是多么的珍贵 懂得真心爱的人 都不忍心一次又一次伤害 这么深爱自己的人 而你呢 这么坦然的 毫不顾忌的 不为对方招想说出 分手分手分手 也对吗 也许真是分手了 你才可能才醒悟说 哦 原来不能失去他 我好想问你啊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真的真的 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 你真的真的 非常对待这段感情 所以你觉得你舍不下这段感情 你很爱对面这个女孩对吗 对 爱她什么呢 因为她每次提出分手的理由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且我觉得 哦 所以是分手理由不合理 你无法接受是吗 那肯定的呀 她那些事都什么呀 就不愿意陪她 那咱不要谈逻辑跟合不合理了 就情感面 你刚刚这个不敢 说的是 你舍不下这个爱的人 还是说的是 你舍不下这段不合理的分手原因呢 我舍不得她 她哪里吸引你 因为平时 她如果不想做那些 异想天开的事情的话 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她性格非常活泼开朗 如果她这辈子就爱这么做 一天到晚想录影想流浪 而且呢 不但不改进 她还变本加厉 这女人对你来说 还是不是舍不下呢 会 为啥呀 因为我愿意为她付出 那你会一边付出 一边抱怨吗 我肯定会 行 我理解了 我想跟女孩说一下 这辈子永远不要用测试她爱不爱我的态度去说分手 因为你把对方逼到了绝处 然后看她要不要跳下那个悬崖 你已经快把她逼死了 然后如果她死了就是不爱你 如果她不跳下去呢 她就得继续忍受痛苦 有没有这么残忍的事 那我倒想问问你 你爱她吗 如果你爱她 为什么舍得折磨她 我曾经被人家狠狠地甩完之后 这个问题是我妹妹问我的 她说寇奶昕 你到底觉得你自己优点在哪里 为什么你可以觉得这个男人绝对离不开你呢 你又不会做家事 又没有打算替人家生小孩 长得不化妆也真的很普通 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人家非爱你不可 每个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如果你值得被爱 那她也是 你条件再好 如果你不够爱她 体谅她 那我认为 你就没有你自己以为的那么值得被爱 我曾经在做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 问一个特别 年纪特别大 大概八十多岁的一个老话剧表演艺术家 我当时问了一句特蠢的问题 我说 你有没有像年轻人一样 在生活当中跟你自己老伴说过我爱你 那老头回答我一句话 他说 太浅了吧 今天我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你没发现你所有做的全是形式主义吗 无论是要挟说动不动就分手 又或者是今天要干这个明天要干那个 全都是形式主义 你也没有多爱她 更多只是玩伴而已 在玩伴当中 看着她痛苦的言行 来做一定的爱的考验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人都不要彼此耽误自己 差不多这段游戏应该过去 坦率地来说 最悲伤的是你们没有从上一段分手当中成长 反而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反而还是在游戏 我觉得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2016年各走各路 就这样 我再说一句话都算落井下石 干嘛呢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最后想说一句 做事认真 大概是一挺好的品质 其实谈恋爱也需要认真 接下来出场的神秘的嘉宾 他们就因为他们鲜明的性格 走红网络 请您看一下 当时他们在这个节目 是怎么表达的 你还记得他们吗 请看 我今天来这主要目的就是 想让他跟我和好 和好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好了快五年了 我也舍不得放下这段感情 因为之前我们真的是感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家人朋友也挺看得好我们的 可是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都彻底分手了 当时我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下来 塌起初的分手 我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那你能忘得了咱们五年来之间的感情吗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五年了 这五年对我已经产生阴影了 你知道吗 每天上班跟我去 下班借我回来 有事吧 中午还去找我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牺牲睡眠时间呢 我大刀切地陪你去挤两个小时 我真的不需要你这样 我真的不需要你这样 你知道吗 可是我为了什么 我不是想让你多配我一会儿吗 哪怕就是一交魂也可以 你每天都这么黏着我 你看我就不烦吗 我长得有那么帅吗 我就是你就是帅 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帅的 我就是起来一天 我实在受不了他这样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欢迎 佐伯老师好 佐伯老师好 欢迎 来站在中间 我听他们说这个播出之后 你们俩在网上聚火是吧 网友的评论 他们怎么评的呀 哭疼老树婚丫 你丑没事我瞎 谁是哭疼啊 我是 就是你被大家记住的 不是你那个小心眼什么那样 不是他去看你盯你是吧 你被大家记住的是 长相是吧 你们看到这评论的时候 觉得什么感受啊 他们说他们的 我们幸福我们的 你们说你们的 我们幸福我们的 幸福吗现在 幸福 幸福的 什么时候节啊 16年10月份 要不要办一集体婚礼 取委去做主持 好不好 曲老师 宝贝站的特别专辑 对 集体婚礼 我愿意 你去吗 我去啊 你先对新人说四个词以上的吉祥话 再拜年的 来 祝你们 和和睦睦 甜甜蜜蜜 美美满满 满满美美 就这个 您别去了吧 好 这个 10月份就结婚了 对 结婚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 多坦诚 多实在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拜个年吧 给网友们也拜个年吧 他们那么喜欢你们 虽然有调侃之嫌疑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你们 说明性格还是可爱的 来 在新的一年里 祝大家高高庆幸 和家欢乐 你看人家说的 笔记好多了 和家欢乐 上去了 这叫拜年 看到没有 有什么话跟这一对说吗 我觉得这一对嘉宾这个女的 太奇葩了 歌星 你不能这么说 人家 人家网友也没用那个词 人家网友用的是一句诗 很意境的 你只能说她太有个性了 对 太有个性了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女的 她还是心里边缺少安全感 都像我当初特别神经似的 坐着30多个小时的火车 看着个面包 吃着一根火腿茶 都去广州去找她了 但是 我觉得吧 其实男生 确实特别喜欢她 如果这男生 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也不会去陪她 做那些事情 我觉得女生 应该珍惜这个男生吧 女生应该珍惜 但是我觉得 如果她要是像 刚才那个女生 个性这么奇葩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会像当初一样 她干什么 我也会跟随着她 你要跟随她是吧 对 这意思我们也听明白了 恩爱也算秀完了是吧 期不期待看看 他们的结果 期待 我觉得还是彼此 要珍惜对方 要珍惜 上完节目之后 全成为老师了 妻子老师 朱老师 婚姻美满 还是那句话 早生贵子 谢谢 来 请回 请回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那接下来 我们当然是要看 这一对 他们自己 所做的选择 请 开 门 每天都是我梦梦 你也任性一次 一会儿你好好地吻她 行吗 你在这儿啊 没什么呀 敢不敢啊 对呀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了 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 请回吧 还是那句话 药保湿 一杯湿 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 那就别再玩了 好好地珍惜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你别哭了 平安老师也是为我们好 然后 我就觉得吧 如果你今天选择出来 我真的非常高兴 我真的怕你不出来 所以非常谢谢你 我以后 一定不会再叽叽歪歪 再抱怨了 你想做什么 我尽量陪着你好吗 他敢的 但是也是我做的不对 以后我会尽量体谅他 去做那些 看起来很任性的事了 我会为我们的未来 好好考虑的 亮灯吧 好好珍惜 手牵手走吧 加油 加油 加油